大家好,我是Shen 天氣稍微涼了一點 就很想吃熱鬧的東西 今天來做個兩人份的韓國部隊 又快又簡單 放工回來,一人間就可以吃了 蘿蔔切片 豆腐也切得薄些 還有不少的午餐肉 也是切片 海鮮菇撕開 然後跟那部分髒的地方切掉 還有這個大一點的新鮮蘑菇 我把它切花 看起來比較好看 還有一條蔥切成一段段 現在我們來調這個 令到湯底很濃郁的醬 一茶匙糖 少許韓國滑醬 看你吃得多辣 還有一茶匙味噌 味噌 一湯匙味淋 一湯匙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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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湯匙羽蘑菇 一茶匙醬匙 然後把它拌均勻 稍world 待會使用 然後把剛才準備好的材料放進鍋子裡 我還放了一些韓國粉絲 有些人喜歡放娃娃麵也可以 再放些泡菜 把剛才調好的醬淋一點 如果你怕味道太重 可以留一點 差點忘記了韓國年糕 然後加清水 到大半鍋滿 開火將它煮滾 大概滾了五分鐘之後 就可以放一片芝士上去 這樣就可以吃了 吃部隊鍋 沒理由不配合韓國燒酒 逐來有一個暖粒粒的冬天 就先煮吧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按讚 訂閱 和分享給你的親朋友 好友 完整食譜 可以去我的blog看 連結我放在下面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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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按讚 大家